10月21日這個星期三上演阿協杯四強賽事回合 由藍華對科威特SC的賽事 香港大球場全場爆滿高掛紅旗 對上一次大家一定記得是2003年皇馬六條煙坊講 不過自94年大球場重建後 事隔15年終於可以正式在賽事上見到這一面紅旗 香港足球依然未死 出場陣容方面 藍華派出張春暉做龍門李海強擔任隊長 而科威特SC方面 龍門是艾簡達利 隊長是18號艾亞迪基 上場藍華客場2比1輸給科威特 阿協杯香港隊最佳成績都打入四強 只要今日小勝1比0就可以創造歷史成為第一隊打入決賽香港隊伍 比賽開始了 這一球卡尼組二傳給隊長李海強殺禁區 可惜這球球傳播角度不太理想 不過當大家全力支持藍華隊的時候 就不要忘記科威特也是一支四強隊伍 他們不斷向藍華發起進攻 藍華的後防你小心點 阿納米這腳湯整條藍華後防 幸好最後一腳射得不太棒 不是張春暉真有排煩 科威特的攻勢一浪接一浪 祖馬禁區頂勁射賊柱編出 腳下的攻勢不見效 祖馬嘗試另一些攻勢 嘩!這球陳少奇被祖馬好像摔膠地踏到地上 喂!我們來踢球而已 不是來打膠的嘛 見到隊友被人侵犯 文比特對祖馬做了一個大動作的難節 球證想都不想就給他一張王牌了 對咯!這樣又何必呢? 今天場比賽球證也是主角之一來的 好像這球一樣 各健幫助攻給卡尼組入禁區的時候 被人鏟掉了 正當打以為這球十二馬之際 球證想了一會就說 不是!這球對手龍門球來的 投訴也沒用 阿聯優球證也聽不明白廣東話 藍牙上本場第一個有威脅的攻勢 雷文這球送給李海強剛剛競射高出少少 後防陳偉豪差這張回傳變成助攻 幸好龍門快一步把球撐了出去 今天左路最活躍的郭健幫和李海強再次迫到禁區 不過這球橙射剛剛被對手擋了出去 地面攻勢不入獄 試試定位這球 這球各球彎到遠門柱 陳小奇起身 一頂剛剛偏出左邊門柱 國健幫繼續在左路發難 這一球飛過了整個科威特後防線 幸好龍門拼了老命 終於拍走他 上碗場尾段 葛健幫傳中 看見守門員和雷文撞一堆 卡尼組對著空籠 竟然射到守門員身上 看來奇蹟 等下場才發生 去到最後一步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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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子 前後 輪贏 雷ucks 感谢观看